這是很大型的賽事 雖然來到這個球場的交通 老實說,就不太方便了 不過看到現場情況,大家知道甚麼 真是座無虛席 這個球場是這區最大規模的球場之一 這麼快,球球已經開始了 曼徹斯達,到利物浩 這球是第一個機會 這個反擊足夠速度 差一個入球就完美 後防踢得很好 完全不讓他轉身起腳射門 球現在在左路 基里安、麥巴比拿到球了 先看看 接著球球,排除那個威脅 羅拔圖 巴黎 達雲神山齊事 拿到界外球 真是好球,被他抓了路 向右翼傳出 加里夫投足一跳 加里夫投足一跳 同樣踢走這個球 史端寧 分去右翼度 全球 到底誰會拿到這個球呢 球現在在尾巴 打到來 再打過去 托尼詩,弄腳直線 很能跳 第六位,厲害 它快得到一流 這球的反應足夠快才能做到 解圍踢出來 達雲神山齊視 加里夫巴黎 這個直線漂亮 龍門球 龍門球 戴維斯 馬坤勞斯,很快地向前傳 站好位置,折得很好 有空位?給他吧 棋絲 身形佔優 這腳直線一下子都湯穿了 截得好 看來似有機會 不過被人阻止了 托尼斯完位了 球隊現在在美斯道 羅筆圖 强奧斯 羅筆圖 球隊在强奧斯的腳下 飛蘭道,托尼斯 救得好,不能彈那隻 托尼斯 逼得龍門真的要使出真功夫 先解圍 起腳 龍門一腳送大禮給對方 起腳射多遠又無,慢慢地 不過我喜歡 可以趁機喝口水 你沒甚麼說 戴維斯 克達比利煉 一個長傳就上前場 曼徹斯特,拿回球 再來一次 羅筆圖 直接長傳 加里夫巴黎 馬坤奧斯 馬坤奧斯 向前傳出 控制得挺漂亮 強奧斯 踢上去 佩奧爾看得很通透 截走這球球 羅筆圖 卓奧斯 馬坤奧斯 菲蘭道,托尼斯 菲蘭道,托尼斯 起腳射 快點 好,我們來到半場的休息時間 踢完上半場之後 我想兩隊在更衣室裡 下給教練罵 也可能要想有甚麼方法 可以入球 努力一點,兩隊都是差一點運 這場球踢完上半場 曼徹斯特 上半場其實打得挺好的 下半場他們能否留下隊形 還有鬥志 曼徹斯特,回到更衣室 現在比數跟開球時沒有分別 兩隊都找不到機會入球 好,我們回來再開球 曼徹斯特 對自己的表現應該挺滿意的 雖然比數看不出來 但最重要是不要失去耐性 等多一會,有機會有好結果 全球就不太順暢 卓奧斯拿到球了 現在球是… 拿到華堅奧 這次撞到 這次撞到華堅奧 有了 這場球終於有多少許看頭 好,第一下的反應算不錯 但卻撞出不遠,沒辦法清走 這球,我想龍門很大責任 朱盛大挫 有突破了 這個球員天生就是曉入球的 就算整場狀態不好,也照樣 差一點就打人匹馬 自己把機會搞出來了 相當厲害 來吧 截走球了 一個長串就上前場 好,現在一個傳球 孫興文拿到球了 找到機會起腳嗎 在這裡射他 入左 他們又上來了 過得漂亮,射得又漂亮 看他有球進來吧 孫,非常冷靜 因為很多球員帶球到龍門口 都會有機會撞球 但他沒有犯這個錯 這場球的形勢真的不停地變 這樣失球真的很難撞 完全是他們自己弄出來的 給他一點壓力 看看能不能拿到球 先傳球 朗娜天奴 費蘭道托利斯 這樣的傳球是不行的 拉莫斯 傳到邊線上 防守球員有機會解圍了 球飛了出來,誰會先追到 球飛出來,追到緊緊緊 朗娜天奴 很快地向前傳 有機會反擊了 托利斯傳去側影 費蘭道托利斯 如果能打穿,這是一個機會 球掉了出來 羅布圖 到底誰會取得這個球呢 朗娜天奴 斬過去 黑達比利涅 黑達比利涅 很快地向前傳 尾斯 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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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史端寧 馬坤勞斯 托利斯 史達琳得球了 馬坤勞斯 來吧 這就叫做能力 相信他自己也明白了 下次要比好一點才行 他走的位置走得很好 不過我想他對隊友比球的一刻 把握機會 太好機會,這樣就沒有了 如果球球入了,就可以領先 真的… 球球跳得盡頂一點 現在兩隊互不相讓 所以控球權很重要 不要亂送禮給別人 比斯,跳起一頂,救得好 這時候有經驗的球員要多負責任 不可以這麼簡單地失去球 對,球員要多負責任 是踏破的好機會 貝蘭道,托利斯 戴維斯 現在看來,球的關鍵是 哪隊能夠冷靜一點 能夠保持球 超級球員要多負責任 非常忙碌 如果有選,球員會有選擇 在去球員的球員 看看可以選擇 魚球員能夠保持球員 會以球員能夠保持球員 已經承擊球員 既然會保持球員 如果他確實力 比較重 羅不濤…向前傳出 力量足夠 好,比拉到托利斯 你先撐住 看現場的氣氛好到 原來在球員之間有一條縫 你不射穿,我都看不到 露門更加沒辦法應付 這場第二個入球了 他當然想演出《武之起8》 他已經有球員在場邊熱身了 是否要更換人呢 萬徹斯登 這個入球看來是奠定性局的一球 好,球員們別逃跑 比賽尾聲通常都會緊張刺激 比斯 這球可否被他入了 還不是足甘金球 這個球真的好過 可以改變比賽的 球員就是這類型 迪布尼 好,比賽到此為止 萬徹斯登贏了一場 非常驚險的賽事 不過無論過程多驚險 最重要的是那天的結果 萬徹斯登來到最後才說完成 真厲害 準備好一些 萬徹斯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